大家好,我是欣利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样通过当代摄影的方式 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 和最喜欢的东西表现出来 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排队的人 我特别特别享受排队的那种感觉 因为排队的时候能够降低我很多 对于平庸的焦虑 平庸的焦虑 以及能够帮助我感受到我自己的存在 感受到我自己的存在 所以今天我要把我最喜欢的排队这个元素 给大家展现出来 但是大家都知道排队是很多很多人 才可以做的一个画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非常简单的一个摄影的小技巧 Photoshop的小技巧 就是通过大量的这个后期的多重曝光 然后进行合成 就可以看到一个心力变成无数个心力正在排队 好,我们看一下 我的相机放在这里 脚架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要做多重曝光 脚架是绝对不能动的 一动的话 你去后期的修图的这个时间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所以第一件事情 这个脚架在这里就绝对不能移动了 死都不能移动 只能拍完之后 拍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通过一些小小的工具 就可以把无数个这个曝光叠在一起 然后背景呢是不会变的 所以一个非常扎实的脚架是最重要的 然后把相机放在那边 好,接下去 好,那么现在是一排已经拍完了 好,那么现在是一排已经拍完了 可能只有一排,对不对 一些畅销品或者是一些网红店的饮料 怎么可能只有一排 它会有两排 所以继续 现在已经来来回回跑了大概几十圈了吧 但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表现出我对排队的一种热情 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再来回多跑几次 争取把整个街道全部填满 这个斑马线全部填满 因为斑马线是我经常看到大家排队的一个地方 所以引起了我很多回忆 那现在疫情的关系呢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接触就少了很多 很可惜 所以我要重现这种热闹的场面 好,那继续 好,那么我基本上已经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完成了前期的拍摄 这其实不是很花时间 最后你要把那么多几十张的这个曝光叠在一起 应该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片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好,好 好,好,好